耶 大家早安 因為最近呢 真的大概從三月底到四月吧 一整個月下來呢 幾乎都不在台灣 所以呢 想說呢 偶爾也是要來拍一下 就是在台灣的系列 因為畢竟有些人沒有辦法 就是一天到晚都可以 就是出國一直出去玩嘛 所以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就選在台北 這超久沒有拍台北了 今天呢 就是一樣會帶大家呢 去吃吃喝喝 而且呢 我找了一共10家 我覺得非常厲害的一些餐廳啊 小吃 想要帶大家一起去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身後 啾啾 因為呢 在台北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出去吃吃喝喝的話 我覺得開車是一件比較 稍微不方便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第一是你要找停車位 不一定很好找 然後再來第二是 因為我還沒有考到汽車的駕照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先選這台 大家對這台有印象嗎 我覺得老觀眾應該有印象 因為我其實呢 之前就已經有接觸過 SYM的FIDO L7系列 然後呢 這一次呢 他們是金色的 我之前合作的是粉紅色的 所以呢 這台我對他印象蠻深刻 他非常的適合女生來騎乘 那現在呢 大家看到的這個顏色呢 是他們的新色金色 但待會呢 我要騎乘的是灰色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看 灰色到底講什麼樣子吧 走 這就是我今天要騎的灰色 然後呢 這台呢 想要來跟各位大家 女生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他跟其他車款比較不一樣的功能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呢 他是Keyless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這邊 居然沒有鑰匙孔 但是呢 我可以自動發動他 為什麼 你看一下喔 嘿 這樣就會發動了 為什麼 因為呢 我的感應鑰匙在 在這裡 他是感應鑰匙的方式 然後就是可以把你的機車呢 給發動 所以呢 是完全不需要靠什麼鑰匙的 然後呢 再來第二點呢 是他的這個後車箱的部分 欸 好 後車箱 他的後車箱超級大的 所以呢 我可以把我的這個 背包放在後面 然後呢 他裡面其實也可以放這個 安全帽 因為我之前呢 就是騎的機車是沒有後車箱的 所以我對於這種後車箱就非常的嚮往 就可以把我的包包放在裡面 空間超級大 而且他其實裡面不只可以放包包 他可以放很多的東西 然後再來呢 是這邊 他旁邊有一個 USB的插座 這個 非常的適合我們羽球隊的林軒 因為他平常呢 就是一天到晚都會沒電 然後如果對於那種就是很需要手機充電的人呢 這邊旁邊呢 就可以有一個 插座可以讓你充電喔 各位鄉親 師大大家好 趕緊幫阿源按一個訂閱 謝謝大家 耶 我們剛剛去加完油了 現在呢 就是 滿格的狀態 然後我們呢 要出發的第一間店就是 老王煮瓜 它是一間在台北超級紅的小吃店 我們想要先吃完小吃之後呢 我們等著再去喝個東西 那我們就先出發吧 走 耶 出發 出發 哇 超久沒有騎車的 天啊 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這個 台北的這個独況 因為畢竟呢 我真的很清楚就在台北騎車了 你不覺得很冷嗎 還好耶 還好 小胖不冷嗎 小胖不冷嗎 什麼意思 小胖不冷嗎 小胖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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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第一個點了 剛剛我在騎乘的過程中 我覺得很酷的是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它都會帶速熄火 主要是因為它有智慧油電的科技 所以這樣的話 對地球就非常的環保 然後因為我之前騎的車 就是基本上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都是一樣就是會繼續是發動的狀態 所以剛剛那樣子的時候 我稍微嚇了一跳 可是後來發現很環保耶 而且它在啟動的時候 它的聲音是比較小的 所以其實在騎乘過程之後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來囉 吃吃喝喝囉 耶 我們第一間要去吃的是 龍王煮瓜 而且這感覺市場裡面人超多的 好 先進去看一下 因為我也不太確定它位置在哪裡 耶 我剛剛給的這個是 香菇乳肉飯 然後它這個香菇很多 然後上面的乳肉 它真的是燉得很黑耶 而且它的香菇不會鹹耶 我以為香菇會很死鹹 完全不會 很好吃耶 這個乳肉飯淋上這個肉醬去的時候 它現在飯跟飯還是可以很粒粒分明耶 它的鹹度跟飯的那個 飯的味道配得剛剛好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 因為這一塊很鹹 這一塊很淡這樣 真的耶 再來我要喝它這個湯 好多耶 我再配一塊它的肉 它的苦瓜是甜甜的 好多喔 這是苦瓜嗎 這不是苦瓜吧 這是葵呀 這種瓜仔 肉 喔 它是肉跟配葵啦 所以就是它吃起來的口感 就是我覺得 非常的清爽 然後也很清甜 你已經吃完了 來 幫它打個分數 1到5顆星 因為後面有店員不然講太大聲 1到5顆星我給它 我們要嚴格一點對不對 對 還嚴格 3.8 你不叫這個2.8我要翻出去 對 因為我覺得它 它這樣子兩個加起來140到140 我覺得有點小味 但是因為我可以理解 因為它是在台北的關係 所以它大概4個價格 但是像它的口感就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就是 口感無庸置疑 就是唯獨價格的小味 但是如果是不看價格的話 我覺得它有4顆星 因為真的非常好吃 讚 那我們再去第二間 第二間呢 我們去喝個飲料 吃一間泰式奶茶的飲料 也是在這附近 來囉 走吧 東南亞小天後來囉 對 東南亞小天後 走走走 它才剛從東南亞回來 要真的要準 下個月再去 走 剛剛吃完東西之後呢 就是在台灣 必備的就是一定要配一杯手搖 所以現在呢 一樣就是要出發去晃花 一樣在這個附近 今天是我們三人行啦 我跟小花異為三個人 就是一樣是那個一大幫的 就我們三個人 但是今天還不錯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吃時間點 所以有三個人的胃 我覺得才可以把它撐得過去 而且因為義偉就是年紀還小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吃很多 不像Bruce 就是已經整個是老人了 嘗試一下就覺得胃痛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熟悉一個城市的話 其實騎車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因為你可以透過就是在騎乘的過程中 你可以更了解就是 整個是製作城市的一些大街小巷 耶 我們剛剛呢 千辛萬苦耶 真的 我們剛剛那個停車真的停超久 我們最後停到那個立體停車場上面去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在西門町 來喝這個像太太太 泰式奶茶 我呢待會兒點兩杯 然後我們兩杯來喝喝看 我們就是看是不是它的TOP1跟TOP2這樣子 先來喝這個泰式奶茶 來喝喝 我以為我們要泰式 到這一口 誰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它用的一定就是那個手錶牌的泰奶粉 欸真的很好喝耶 唯一不像的是 裡面碎冰不夠多 泰國那個碎冰多到不行 沒錯沒錯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剛剛是零粉糖 就是不加糖 所以本身就只有煉乳的甜 但是它完完全全就是你在喝泰奶的味道 店員推薦 草莓椰奶 他說裡面會有果肉 這我沒有辦法分辨出是不是太 因為我在泰國就只會喝這個而已 但我覺得它就是很像甜點的一杯飲料 對啊 這邊很像把草莓蛋糕的醬放進來的飲料 但是整體還是要不要打個分數 1到5分 加2分150 1到5分我給它 3.9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真的完完全全是 泰式手錶牌的那個茶葉 跟著那個茶香 所以我覺得基本分就是絕對是有的 那我打3.9分的一樣是 稍微是因為價格的關係 在台北你可以喝到就是這種鎮港泰奶 其實地點也很多 所以我給它3.9分 我覺得大家來西門町這邊還是可以喝喝看的 讚喔 現在呢 突然腦霧了怎麼辦 我測到停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呢 沒事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呢 然後我有T-List T-List T-List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它在哪裡 而且它在閃 它在閃 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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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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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找到車子了 不然你看 在這個茫茫的車海當中 如果你又突然忘記說 欸我車停在哪裡的時候 是不是這時候 有它就超級方便呢 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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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第三間 這間店叫做滋養製 它是專門在賣一些和言王子跟餅類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偏日式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很多欸 所以它是直接拿嗎 是五道嗎 應該是吧應該是 我們在這水食品啊 好了 我賣四個東西 什麼 燒饅頭 然後銅鑼燒 羊羹 黑糖絕餅 來先吃這個燒饅頭 超可愛的 長這樣 吃一口喔 它裡面這個是 紅豆 欸 它的紅豆後進很香 前面咬的時候還好 但後面很香 甜而不膩那種 紅豆餡欸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 羊羹 其實我沒有很愛吃羊羹 我吃一口 其實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是很高級的羊羹味 它口感吃起來就是 反滿的紅豆味 不會讓你覺得水水的 再來是這個絕餅 我最愛絕餅喔 紅豆絕餅 不好意思 黑糖絕餅 怎樣 我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Q的絕餅 你試試看 它真的很像接近麻糬的感覺 它真的好接近麻糬的感覺喔 對 因為它是赤糖麻糬 它不是絕餅 喔 最後是這個 紅燒麻糬 欸 它這個紅豆泥滿滿的欸 很好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麻糬 很美味 其實不會很 不會過濕 對不對 很超級 而且不會太甜欸 紅燒好吃的也覺得它外皮要 剛剛好 剛剛好 然後裡面不能太乾 因為有些人會看到 欸 乾掉了 那4個就有彈麵包子 對 1-5顆星 好 4個220米 4.5顆星 哇 很高欸 我覺得它真的超好吃 因為我之前都不知道這間店 但是我一吃之後 我剛剛其實很想要另外再進去再買 所以裡面的人現在已經很多了 我們沒有時間 我覺得這個可以當半熟了 非常的適合 下回家吃也可以 這間店大推一定要來吃看看 想要前往第四間 而且重點是我其實這樣子 你看得起到第四間囉 我覺得它坐墊真的很軟 現在完全不會屁股 YA 來了 我們點了三樣 125 然後這茶是它送的 那我先來吃 感覺剛剛是最多人點的 這個 芝麻 對 它裡面是芝麻餡欸 它是芝麻鬆糕 吃起來有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這個製作的感覺 有點像是 壯文糕的感覺 但是它是想要很黏密 然後就非常的鬆軟 然後配一口茶 小兔包子 可愛喔 裡面是紅豆豆沙 它這個麵皮超Q 而且它小小一個 吃完也不會 就會覺得自己好吃 很美味的感覺 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也很好吃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 兩三層疊在一起的 蔥不染棉土食 就是也是非常的好吃 但這三個的話 我個人最喜歡的 它是這個 這個真的是超好吃的欸 而且它還有別的口味 而且它還有別的口味 就我個人超可愛 耶 吃完了 現在把它打分數喔 1到5顆星 我給它 4顆星 因為我覺得 欸 它要不鳥我 因為我覺得呢 第一是它的價格 我覺得還算還蠻合理的 這邊是在迪化街 然後再來呢 是它的糕點真的很好吃 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再來是它的那個外包裝 真的非常的適合 拿來當禮盒送人 然後裡面的環境 我覺得也都非常的乾淨 雖然它的空間沒有到很大 然後位置沒有很多 可是是真的非常的適合 可能下午的時候 來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喝個茶 跟朋友吃個東西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呢 大推 而且因為你知道 其實台北市的 什麼咖啡廳啊 甜點店很多 可是我覺得要吃到這種 比較偏傳統糕點 但是又非常高級的 真的是還蠻少的 所以呢 我給它4顆星 讚 下一件 剛剛意外發現一件事情 這間店就是我之前去新竹拍片的時候 剛好我有去一個萊姆園 然後那萊姆園的阿伯 他就跟我說他的兒子 在台北的東門有開了一間萊姆茶店 就是這間 所以叫做東海萊姆園 我們進去呢 就是買好喝的萊姆汁之外呢 他這邊有一個萊姆醬茶 非常的適合現在的我 因為我現在覺得超級冷 那我們剛剛點了兩杯 然後我們兩杯都喝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們最推的 因為基本上他們家的萊姆就是 非常的好喝 我自己就是也有買那個萊姆包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他加了別的口味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誰 誰跳出來 他說那個 我說那個還先挖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現在老闆要攝影 他就是那個 寵物的衛世修 很精彩 我跟妳講 真的不體驗一下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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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他是因為活魚耶 我看一看 哪裡啊 他滿拽的 沒人 沒人 吃完 每個金額包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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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一跳耶 我先喝我想喝的薑茶 這樣子兩杯一百六 那個薑茶是不是有寫薑 小杯的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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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這個 我覺得超好喝的 這個要打成冰沙 因為剛剛我們在喝的時候 它是比較像是 飲料的果汁感覺 可是打成冰沙 超好喝 然後我這個是 薑汁萊姆 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 比較偏辣一點點 可是 對於我覺得 冬天喜歡喝薑茶 就是來暖暖生子的人 非常的適合 而且他喝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會有過酸 也不會有過苦的味道 這真的很好喝 推一下才40元 其實算滿便宜的 因為外面至少一杯薑茶 就是五六十起跳 可是它有加萊姆 還是賣40 便 1到5分 我給4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天然 然後 天然之外 然後也很好喝 尤其是那一杯萊姆草莓 我覺得它真的是 超級爆炸好喝 它比外面的手搖 還要值得買 而且你喝這個 你也比較不會有負擔 因為它都是最天然的 它沒有加任何的什麼 糖啊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這個薑茶 我覺得就是也對身體很好 所以我給它4顆星 對 讚 耶 終於 來台北八年 第一次要吃到白水豆花 超誇張 我之前每次來這裡都沒有吃到 因為剛好都禮拜四 它禮拜四就剛好就都休息 謝謝 謝謝 那我來吃看看囉 白水豆花 舒適耶 哇 來 沾一點桃椒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黑糖水的味道 滿好吃的耶 我反而覺得它最好吃的是它這個花生粉 跟它這個花生的部分 滿特別的 因為我在外面其實吃豆花的時候 比較少會吃到這樣的口感 然後桃椒的話 它就是黑糖的味道還滿重的 總之我覺得還滿好吃 就是很清爽 1到5顆星 我給它 3.9顆星 這一間店真的很多人來說 都說一定要吃 但我沒有給它到4顆星 單純就只是因為 它的這個價格 我覺得小貴 但是整體上面它東西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也非常的高級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高級版的豆花店 等一下 我們現在吃到這間第幾間了 我們現在要吃 欸 摔起來1 2 3 4 6 7 1 2 3 1 2 3 4 5 6 7 7間了 第7耶 我們吃這麼多 現在來到第7間 它叫喬喬 前面叫喬喬喬的話 這是我的IG喔 你follow一下 真的耶 對 好 今天是吃司康的 然後我剛剛看到它的那個店門 裡面是超級多司康的人 都在拍攝 我們現在呢 先進去點個兩個 然後看看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剛點一個萊姆 然後一個吃麥仔 我們現在吃這個萊姆 因為剛剛這個店的桌 鞭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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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跟葡葡關係面好 真的有不一樣 真的有不一樣 真的很好吃耶 怎麼把它整個毀掉了 好皮喔 好啦好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鞭腿糖霜 在上面 這個是瓦吉的 瓦吉的 瓦吉好味 因為我跟你講 我剛剛會點茶 就怕它配點 所以不是根本不需要茶 欸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瓦吉 喔喔喔喔喔 一整顆耶 一整顆耶 哇喔喔喔 沒事沒事 對 OK OK 那我覺得女生會喜歡吃這個 檸檬來吃的 這個的話 就是甜酸甜酸 喔 它的材很好 吃完司康了 來 這一間店 1-5顆星 我給它 4.4顆 本日最高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的熟腸太好吃了 我本人對司康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但是那是因為我之前過往吃的司康 我覺得都偏硬或偏柴 但是他們家的司康很綿密之外 就是它的那個外層非常的酥脆 我真的覺得超好吃 配上它那個奶油 因為剛剛店員有問說 要不要加奶油 一定要加 因為加了之後那個口感會非常的好吃 沒有加飲料我覺得98分 加飲料100分 大隊 好 那再去第八間囉 走吧 耶 我們排到了 大概排了半個多小時吧 而且人超級多 然後現在又下雨的關係 就是 整個排到超不會的 好 終於要來吃囉 它很燙 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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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看喔 它真的好燙喔 外皮很酥脆 超清爽耶 超好吃 它這個裡面的這個蘿蔔絲 加超多的 然後它再配上它那個醬汁 它有點像是我們在吃那種 胡椒餅或蔥抓餅那種感覺 一定要加辣對不對 胡椒加辣 1到5顆心 1顆35元 很便宜 非常便宜 老實說像這種同班美食 35元 然後又這麼的好吃 我想給5顆心 蛋 1顆喔 1分 1分 你控了一點點 4.9 4.9 因為我第一次來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說要怎麼點 所以我按 然後我覺得可能就會有很多關係 所以 阿姨有點兇 就是說阿姨有點兇 就控了一點分數之外 其餘的我覺得很好吃 反正阿姨是會走過來問你說你要什麼 就直接跟她講的對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 我覺得可惜一點非常好吃 因為外面在下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決定在室內跟大家做開場 第九間我們來吃的是好想吃冰 剛剛發現呢我原本以為它是只有冰品啊或甜食 沒想到它居然店裡面有閒食欸 所以呢我想說剛好現在正值吃飯時間 我就點了一個咖哩飯 然後點了一杯這個氣泡飲 因為他說每個人最低下就是要點一樣東西 那我現在呢就要來吃囉 先咬一口它的肉 奶油味有點重 我覺得是很日式的咖哩飯 但它的肉超嫩的欸 炸得很酥脆而且不會太油膩 味噌它比較偏酸 但是飯滿好吃的 我要用湯匙 哇 喝一口它這個 藍杆菊氣泡飲 欸很好喝欸 我以為它很甜 超級清爽 我覺得吃這個咖哩飯 一定要配一杯這種很清爽的飲料 才不會膩 很好吃 我剛剛還有點了一個爆冰 我們等它上菜 耶 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間店的那個剉冰啊 它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我只是覺得這個顏色拍起來特別好看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是畢業旅行 你看 超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是非常日式的冰 而且我去日本 從來都沒有吃過這種冰很多顏色的 剉冰 然後它這個 我不知道是藍色還是綠色 吃起來有點哈蜜瓜的味道 然後它這個 紅色是什麼 西瓜 酸酸的欸 酸梅 黃色是什麼 好熟悉的味道喔 一種水果 可是我覺得 左邊這一側超不好吃的 右邊這邊就是比較偏 酸酸甜甜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純甜的味道 而且它裡面 這個是 紅豆吧 黑糖蒟蒻 黑糖蒟蒻在裡面 黑糖蒟蒻在裡面 它的 湯匙是鏟子 超可愛 還有附這個 三個不要顏色的麻雞 超級好吃 所以這個一定要吃 耶 我們剛剛吃完了 剛剛是我們三個人合力的 就是一起把 這些餐點給吃掉的 然後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間店 在我心目中一到五顆星 我給這間店 4.1顆星 我覺得第一次來這邊 我覺得它的那個甜品 它的那個冰品 真的還蠻好吃的 咖哩飯的話 我覺得可圈可點啦 因為我有吃過更好吃的咖哩飯 但我覺得它不算差 因為可是就是在學區附近的關係 所以它的價格是沒有到很貴 我覺得這一個套餐定食不到200塊 我覺得算是 在台北算蠻便宜的了 所以我給它就是4.1顆星 我覺得它整個環境都非常的日式 如果是很喜歡日本的人 想要來這邊就是體驗一種 有點像是下午來到日本 然後吃點東西的那種店的話 我覺得這裡你們應該會蠻喜歡的 然後也可以坐在榻榻米那邊 我覺得也算蠻好拍照的啦 分享給大家喔 來 那我們點了這個小龍湯包 跟一個蟹黃湯包 然後還有這個甜的酸辣湯 那我現在會酸辣湯好 因為酸辣湯剛剛已經上來一陣子 這沒有 很好喝耶 可是它的胡椒味比較重 我要現在吃這個小龍湯包 它滿有湯汁的耶 這它的湯汁好扯喔 可以吃 它肉超好吃 白糖的新鮮非常嫩 完全不會膩 我本人沒有到超愛吃小龍湯包 是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小龍湯包吃起來 就是會那個鹽油有點太膩了 可是完全不會 超好吃 這個差一倍的價格 這兩百六 這兩百六 你看看看看看 怎樣 蟹黃味道嗎 有喔 點對了 點對了 通常的味道 不是大概就是蟹黃味道 怎樣 很濃郁嗎 整個嘴巴都去那個蟹黃味 超級香 它這個蟹黃都已經整個溢出來了 它那個吃到嘴巴裡面去 那個蟹黃跟那個湯汁 是整個這樣子 撲在你那個嘴巴裡面 要點這樣子掛開來 超好吃 超好吃 耶 終於回到公司了 一個車 一個車 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以表板到底騎了幾公里 給大家看 25 那一整天都是維持這樣子的格數 非常的省油 最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台呢 它的這個煞車呢 我自己個人非常的推薦的是 因為呢你知道大部分的摩托車 很多機車啊就是煞車的時候 它會快要往前進 但是這一台完全不會 它的力道呢是剛剛好的 所以這樣的推薦給新手 大家是不是新手如果在騎機車的時候 最害怕的就是你知道不小心 不太知道這個力道的這個拿捏度 但是這一台你就完全不用擔心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讚 我們換個邊 因為要跟大家分享它側駐的部分 它側駐很酷的是 這是正常停車後 那我如果今天呢就是想要行駛的話呢 先把它打開 我看很多路上的一些女生 很常會忘記要踢這個側駐 那這樣是很容易會導致不小心擂殘 不然就是被卡到的感覺 反正我覺得就有點危險 那這一台呢它是如果你側駐沒有把它 踢起來的話 你不管怎麼按 它都沒有辦法發動 所以你一定要把側駐給踢起來 它才有辦法發動 我覺得這一點就非常的安全 耶我們回來了 最後呢要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去吃的這十間店裡面呢 就是各選一間 一間鹹的一間甜的 我自己心目中今天吃的印象很深刻 也覺得很推薦大家的 鹹的呢就是 蘿蔔絲餅 它一份呢才35元 雖然阿姨比較兇 可是它真的很紅 而且也非常的好吃 它那個蘿蔔絲呢 是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都還是可以咬得到它那個 蔬菜裡面的那個汁的味道 它的口感是非常鮮脆的 不會因為就是它被炸過 然後裡面就變得乾乾彩彩的 總之呢 鹹的我個人非常的推薦 大家可以去吃那個蘿蔔絲餅 然後甜的話呢 因為甜的我們今天吃很多間 但我印象最深刻 也最推薦大家的 其實是在那個 永康街裡面的絲糠 那個絲糕真的超級好吃 尤其是那個檸檬口味 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 它吃起來的那個脆度啊 它那個外皮的脆度 就是酥脆酥脆的 然後裡面呢就是又非常的綿密 跟之前以往吃過的那種絲糠 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兩件是我自己個人 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那我今天騎的這台機車呢 是SYM的FIDO LT系列 然後我騎的是灰色的 分享給大家 那裡頭呢有其中一兩個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的適合給女生們的 第一呢是我覺得它非常的輕巧 所以呢在立中柱的時候呢 女生們就不用擔心說會立不起來 這一點我覺得很讚 然後再來第二點呢 是那個側柱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真的都會忘記踢側柱 有時候就是連我媽都會忘記踢 但我就覺得 忘記踢側柱其實還蠻危險的 但因為呢它這一台呢 你沒有踢側柱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發動 所以這一點我也覺得很讚 那再來呢是它的外型呢 有線材流線的貼飾 我覺得看起來就整體 就非常的精緻有質感 而且它一共有四個顏色 灰紅金白 我今天呢起的是灰色 那如果呢女生們大家是想要挑顏色的話呢 就可以依據你自己的喜好 去挑選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以上呢就是推薦給所有想要買車的上班族 或者是你現在的新手上路的 18歲剛考到駕照的大學生們 如果你們想要買車的話 這一條對人非常的推薦 尤其是女生分享給大家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阿圓跟大家分享在台北吃時間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也可以跟著阿圓這一次呢 就是去的這些店家呢 去採點吃吃看看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好吃的話呢 你可以在留言區留言告訴我 然後如果你們有推薦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區留言跟我分享 以上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也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